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我今天这条视频和大家说一下 以后那种脑子有问题的 不要再来咨询我 真的,我现在发现很多就是脑子有问题的人 来问我,你和他说了,他也不信 我给大家看看啊,这个 大家看到了吗,这个人 你们仔细看看 加了我的威,说 风哥呀,我想去这个 我要到日本打工,然后找了一个劳务公司 说培学日语是在大连做 室内水管保温的劳费是三万八 大家看看啊,劳费是三万八 今天 今天刚过,让我去做体检 就是他面试成功了 然后呢,说九号 九号,九号 看到了吗,九号培训 然后啊,我就问他 那个 我说报名费多少,他说 报名费是五千 工地上干活 我说你多大岁数啊 他说他日识期 我说你个小青年怎么找个工地上的干活啊 我说看的是啥单子 大家听听哈 我说啥劳务公司 你把单子发过来 我看看,劳务公司叫啥名字 再是单子,把那个单子发过来 大家听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我问这个小青年 我说,劳务公司叫啥名字 你这个单子啥样 你把单子发给我 我给你看看这个单子行不行 然后呢,小青年告诉啥 没看单子 没有单子 就是他面试 他都没有单子 挣多少钱 他都不知道 看看啊 给我发了一句 我去问一下 然后下班 他又说 那个人又说 他说他下班了 在电脑里边存着 等明天给我看一看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小青年 面试了一个单子 工地上 一个月挣多少钱 不知道 然后劳劳公司告诉他 面试成功了 说9号去培学日语 交钱 然后报名费5000 已经交了5000的报名费 我这一听我说兄弟啊 那不靠谱 那肯定是假的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出国打工 首先 找了劳务公司要看单子 感觉单子不错 挣钱 然后你再交钱 报名 等面试 大家明白吧 他连单子都没看 我问他 他都不知道 单子啥样 他问劳公司的人 劳公司说 没有单子 等明天 我给你去看看 然后我和这个粉丝说 我说啥 那不靠谱啊 我说你赶快退钱吧 我就说 你就告诉他不去了 你就一看 这个劳务公司套路 大连的 又是一个大连的 然后呢 我说不行 不靠谱 你赶快退钱吧 你看下边给我来了 个句糊涂了 这整的都不会说了 就意思 他整的都不知道 相信谁了 然后呢 我说你赶快去要钱 这个他妈真是个傻子 你知道吧 还把我给删了 大家懂什么意思吗 就是个脑残的这种人 我告诉他赶快要钱 绝对是骗子 他单子都没看 就给了人家五千块钱 人家告诉他 面试成功了 让他九号陪去日语 我说兄弟 你赶快去要钱吧 我说你单子都没看 你咋面的事啊 然后他说 不知道相信谁说的话 然后把我删除了 你说他不是个脑残粉丝吗 我告诉你们 以后如果你们再是这种人 你们是脑残型的 不要再来问我出国打工的知识 大家明白吗 我他妈和他说了 他不相信 还把我给删了 你说他不是个傻子 是个傻 好了朋友们 我是在日本打工拿风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想了解的 可以在平台评论 确认给我留言 或者私信给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